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璇 這個系列是硬體描述語言的入門教學 今天會簡單介紹硬體描述語言 還有未來我想做的課程內容 硬體描述語言是一種描述數位電路的語法 在整個晶片製造流程屬於前端部分 製造晶片時必須先訂好晶片的規格 例如電路功能、面積、速度、耗能這些 接著就進入設計晶片的第一步 我們的硬體描述語言就在這裡 工程師要使用硬體描述語言 根據電路的功能設計晶片 設計完成之後 必須利用編譯器、波形模擬等等 檢查功能是否正確 功能正確的話就可以進行邏輯合成 在這個階段裡 EDA2會計算晶片面積、晶片延遲、晶片功耗這些參數 如果我們判斷這些條件符合一開始判 一開始制定的規格要求 就可以把結果送到後端繼續做布局、繞線這些流程 這個課程的內容主要會聚焦在前面設計還有驗證的部分 有時間的話可能也稍微會提到邏輯合成 這邊列了幾個我自己覺得學VERYLOG需要注意的重點 第一個 電路是並行運算的 VERYLOG跟C或是C++這些軟體語言不同 VERYLOG的程式碼並沒有先後順序之分 這是因為電路只要通電就會馬上進行運算 所以位在檔案開頭跟結尾的程式是會同時執行的 第二個 VERYLOG是描述電路的語言 所以最好在寫程式的時候 就思考自己寫出來的是什麼電路 像是IFEOS出來會是多工技 ALWAYSBLOCK可能產生Fleaflap或是類取 這些 第三個 驗證電路功能的時候必須注意給輸入的完整性 還要考慮什麼時候電路是有可能壞掉的 必須針對這些狀況下去給輸入 我的課程會分成兩大類 本篇還有背景知識 本篇會教VERYLOG的基本語法以及各種基礎電路設計 背景知識則是補充本篇實作所需要用到的知識 下次在教組合邏輯電路設計之前 我們必須先知道什麼是邏輯雜 可能也必須知道如何利用KMAP化繭電路 所以這兩項背景知識就會放在組合邏輯電路設計之前 課程初期背景知識應該會佔大多數的內容 後期就會逐漸聚焦到各類型的數位電路設計上 這個課程我目前沒有預計什麼時候會結束 因為這是一個內容很多的領域 也不是短短幾支影片就可以講完的 未來預計至少兩週放上一部教學影片 希望大家耐心等待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